恩與同路人 我們的嘉賓是台灣陸歸山地獄幼園的楊子江牧師 後來慢慢地就這樣子 這個房子也慢慢地多了 因為需要房子 我父母親他們真是從來沒看過 這麼一個用心在禱告上面 尤其是我的媽媽 她不管什麼事情她就是禱告 白天非常的忙 一個人帶上百個孩子 要幫他們洗衣服 有的時候我們會偶爾會沒有東西 突然斷糧了怎麼辦 就是禱告 成妖請收聽未來的恩與同路人